陳俊秀的打擊 最棒被陳俊秀帶起來 打到了左外野方向 上到第二層看台的紅波浪 我是覺得就是說 整個聯盟跟球團其實要去 先去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這個聯盟整個方向 是要朝哪個方向 打高投低的話 那何必改 也不用改啊 反正也就是符合規定 可是如果不是的話 球迷覺得不滿意 我們要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我們是要跟國際接軌 那相關的規定 使用的不管是球 或者是一些細節 那就是要跟國際接軌 我覺得其實回歸於 最正常的一個面子 所以基本面子就是說 其實還是要有 投手的一個技術面 去做一個選擇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當球 這個球的係數不一樣的時候 你覺得你要被打的時候 你覺得你要被打的時候 是因為你的位置 或是你在配球上面的位置 或是說你有球 你該放在什麼時候 或是說你決勝球 該放在什麼時候 這其實就是後面 要去做一個改進 我覺得現在的打者 他們重訓做得比較足 其實也是有幫助 我們也不能完全抹滅掉 這些打者的努力 當然用球係數可能又比較高 當然會對打者來說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現況是這樣 因為四對都是一樣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去說對還錯 0.56是現在聯盟 提出來的一個說法 可是到底是不是一個真正 整個聯盟要走的方向 到底服不服 我覺得這個還有討論的空間